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去哪儿了 你去哪儿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马上要去美国了 就算不离婚 我也会拖累你 家里的东西我都不要了 我来的东西 你去哪儿了 你来的东西 牌头已来的东西 就在那儿下人 你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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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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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纪轻轻的就自杀 自杀 自杀 我跟你说 你干嘛说说你怎么了 你好好 张扬 张扬 不要离开我 张扬 打电话给他 这时候要不来 你跟我姐夫 他给你打了 也不知道美国那边怎么样 那边的东西你肯定吃过 来 没有 我来 谁的电话 林叔妈的 那你怎么不接 没有 接了 对了 你到美国去林叔跟你去吗 不去 什么 他不去啊 那哪行啊 那不等于你们俩分居了吗 不行啊 没事妈 回头再跟你说吧 哎呀 哎呀 被张扬打电话的也不接 你这林叔这傻孩子干嘛呀 好好的 哎呀 妈 张扬啊 去哪儿了 我打你电话你一直不接 林叔在医院你还要公司上街买东西 林叔住医院了怎么了 我就是来问你呢啊 林叔因为自杀还在医院昏迷 你跟他说什么了 张扬 张扬 怎么回事啊 林叔怎么要自杀呀张扬 你跟他吵架了张扬 你说你到底为了什么呀 别急别急新加坡 我过来过来 张扬你跟妈说说怎么回事啊 怎么林叔要自杀呀 我跟林叔离婚了 你说什么啊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我跟林叔离婚了 跟你女儿离婚了 我不是你女婿了 你也不是我岳母了 你忘了不议的主子 你当初就剩个人钱 才找不成林叔的 你 你个不要恋的主人 你个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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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离婚 金家母 你招了你 金家母 金家母你没事吧 金家母你没事吧 我不是你金家母啊 我不要你做 我爱恩负义的女婿 你个招人 我爱恩负义 你怎么对我了这些年 你把我当女婿了吗 你不是一个希望 你让女儿嫁个有钱人吗 现在可以了 去嫁吧 嫁吧 我 儿子 听见不 儿子 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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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跟林叔结婚呢 我过不了穷日子了 我实在过不了了 他们家现在欠了一屁股债 以后日子没法过呀 那你跟林叔结婚 就是为了钱吗 张阳 你跟妈说 我不想再看见你风鲤鱼里 蹲在菜市场卖菜了 你知道吗 妈 我也不想看得你去偷东西了 我不想看见别人欺负你 我恨够这样的日子 明晨呢 妈 医生刚刚叫林诚出去了 你个死丫头 你说你为了这么一个坏男人 你值得吗 你是 你是真想对下妈 你就不管了 是吧 妈 对不起 你去找他了 对不起 你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了 傻孩子 妈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 傻丫头 傻丫头 你扯了吗 你扯了吗 什么事 你说呀 你说呀 那个 应该说 说我姐可能 怀孕了 确实是怀孕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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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八周了 现在 八周了 嗯 你怎么那么大意啊 自己都两个月没有来立嫁了 你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我有宝宝了 宝宝 这叶子 这叶子 我就当舅舅了 现在是怀孕的早期要格外的小心 以防流产 如果哈喜厉害的话呢 或者身体感到不适 要马上来医院 好 她一不听话 我就带她来看医生 医生啊 麻烦你 这孩子我们要打掉 为什么呀妈 医生 别听我妈的 这个孩子我要生下来 医生妈 你准备一下手术的时间好不好 不是 妈为什么要打掉啊 妈 这个孩子我要生下来 你说你跟谁身去 你都离婚了 你身给谁啊 我姐你离婚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别说了 我自己的孩子 我自己能做主 我要生下来 林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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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呀 妈 你不用再劝我了 这个孩子我一定会生下来的 家里现在这个样子 你生下来谁养 你跟家人又离婚了 你生下来孩子谁管 林叔 你以后还要嫁人 你生下来孩子 你怎么嫁人了 妈你少说杨叔 妈 我去跟赵杨说 她要是知道我们有了孩子 她会回来的 林叔 妈 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你相信我 她一定会回来的 林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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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不听我话 你都把我还转接风了 心什么心 你也能不能回来 你不帮我 你到底下来谁 你懂不懂事啊你 都这样了 你还说什么呀 我到家了 我有奖励给你 什么呀 谢谢 我走了 我走了 你怎么来了 我想跟你谈谈 咱们都已经离婚了 就别再谈了 我有话跟你说 再给我一次机会要不好 林叔 你别这样 以后别来找我了 我怀孕了 我们终于有宝宝了 医生说已经有八周 可以很清楚地听到他心跳了 你怀孕了 林叔 这个孩子你不能要吗 为什么 因为咱们离婚了 你把孩子生出来以后 你都不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再说了孩子出生以后 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大的负担 你怎么生活呀 这些都不是问题的 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吗 想要跟我生个孩子 我们俩的孩子啊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跟以前不一样了 改变了 改变了 就是因为我们家破产了吗 你因为我不爱你了 我跟你说过 把孩子打掉吧 我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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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啊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你听得就ления了 那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